我們來講講這本書好了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我那時候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覺得你真的是把台灣的問題 都已經講了 我覺得已經講了相當的全面跟透徹 而且是每個一些問題的癥結點 因為你訪問了很多很多人 所以因為你的好奇心 再加上你去訪問這些人 然後你自己的 對這些資訊的統徵 我覺得真的是把台灣的一些問題點 都講出來了 那我想要給船長一個難題 因為你超級會做比喻的 像是在工作 工作你可以把那個基層的 那個就是新鮮人當做鳥 然後基層當做駱駝 決策者當做鲸魚 就比喻的相當令人容易理解 那你有沒有想一個比喻 來比喻現在台灣 現在是一個什麼狀態 台灣現在是個價值觀 前後世代的價值觀 在產生衝突 然後呢一直還找不到對話的機會 然後並且比較老的世代 一直沒有給年輕世代的價值觀 該有的重視 給他們該有的機會 所以這是整個世代的價值觀的衝突 然後呢這個價值觀 從世代的價值觀 會顯現在許多方面 它會顯示在我們找工作上 到底要找的是一個穩定的工作 還是要找斜槓比較多的工作 對吧 你可以顯示在結婚 你到底是要老的世代的是很早就要結婚生子 還是要現在更年輕的時候不分不止 對吧 就顯示在各方面 當然也顯示在政治上 不同的政黨 坦白說這幾個主要的政黨 對也都是跟前後世代 跟年輕時代很大的一個 那如果我講個影像的話 那就是這樣想像 就是說國民黨就是一個最標準的 傳統世代的 就是我叫陸地思維 對 所以他們過去從戒嚴時候 一直到太陽遭遇太陽花之前 就他們一直在練的都是陸地上的 他們會的都是陸地的這些本領 所以陸地是什麼就是要跑田徑 全地實相 全能這樣子的練這些東西 所以要練千球 但是太陽花那一次 就是他們年輕時代很像是海水 海水來了 所以他們到了海裡面還在練千球 所以就突然 不知道 按突然無功反制就審下去了 所以就是國民黨是 在海底練千球 對 跑到 練千球就沉到了 那民進黨呢 當然民進黨在很多地方是有這個 跟年輕時代是呼應的這樣子 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上 在性別議題上都是很呼應年輕時代 但是他在土地開發土地 意思上就非常跟國民黨是一樣的本質 對 所以他們就在什麼 我就說他在海邊 他是在海上 但是他基本上 他就在坐海上巡邏 還有水上摩托車一樣這樣子 還是在岸邊 還是在岸邊 對 那科文哲呢 所以這一次就說 比如說 受30歲以下年輕人的歡迎 或者什麼東西 為什麼 因為30歲以下年輕人是更深海了 所以那個地上在玩千球的 他不知道怎麼跟新時代的溝通 在海邊的這個水上摩托的 也不知道 深水 用今天的比喻就是 他們用的還是用臉書 這種東西 但今天 不要說今天用IG 連用Youtube都已經顯得老了 今天人情 必須要用短影音之類的 用TikTok 對 而這些東西都是國民黨民進黨都不會的 但科文哲很會 超厲害的 他的一些語言很容易拿來後製成這種 對 所以他是一個會開船到深海區 跟這個年輕人在溝通 當然看到他情況 他是在船上弄了很多戲服 他都搞不清楚到這個人是來幹嘛 超會變臉 對 超會變臉 都不曉得這個人到底 他到底是來是要教你 你是要航海呢 還是要教你捕魚呢 都是 事實上最後發現他是把紫色的撈一些魚 他回到陸地上 還準備烤魚吃 對 他其實骨子裡面也是陸地上 對 他在標準的一個帝王思想 就崇拜毛澤東這樣的一個人 對 最崇拜雍正 是軍機處 對 帝王思想 但我覺得最重要是每一個人 所以要回到 我們必須不能夠被政治人物的 這些語言給迷惑 不能因為他穿著戲服出來 不能因為他 他會用這個YouTube 他會用這個短影音 就以為他講的話都是正好是代表你的 就是因為不同的世代固然有不同的主張 不同的價值觀 其實裡面還是有些應該串聯的價值觀 當然你不能到海裡去練青球 但是有些什麼東西是共同的串聯呢 誠實 你不管在陸地上練什麼 海裡練什麼 都應該有過自己的核心的一個思想 你應該有過這個東西不應該是昨天講一套 今天講一套 早上講一套 晚上講一套 即使再怎麼世代變化 有一些是核心的 是一個做人的基本的一些原則 基本的一些這種道理 這種東西價值觀是應該貫穿的 最後的解答 因為政治人物就是 每個人都是另外一個人 政治人物也是另外一個人 他們怎麼想 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著想 對 所以第一個在一個民主社會裡 我就要調整一些自己的認知 譬如說選賢與能這個四個字 固然它是好像是民主社會裡面 好像是一個某種很寶貴的一個原則 但事實上選賢與能也可能 它帶著另外的讓我們不小心 會進入個誤區 什麼誤區呢 就是說一旦我們選不出賢與能的時候 就挫折感非常大 甚至都不想選 就挑爛的就要挑一個爛的 或者是倒過來 你會覺得好找到了選賢與能 把事情都交給他了 就不管了 對就不管了 所以其實這都是不對的 就民主社會它就是一個 我們共同參與要不斷的 所以支持自己喜歡的政黨 相信的政黨很好 支持自己的候選人出來也很好 但是不應該因此就對他 就是完全的盲目 尤其在台灣會對相對的 另外一邊的人幾乎會產生那種仇恨 跟那種厭惡的那種心理是非常強烈的 而這樣的話就是會使得我們掉入一個 處於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因為這個危險是在於台灣特殊的情況 如果在美國如果在其他的國家 那就兩黨之間吵 吵不完就下一次再吵 輪替完了那個好 但台灣最重要的吵有一個對岸 存在 對一個對岸 對他的影響 他的手到底伸到 我們的選舉伸到多麼深的情況 對啊都是我們自己要注意的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就是說 每一個公民都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不要小看自己的角色 就是說要選賢與能之外 一定要自己也想我怎麼樣去監督他 為什麼我會這幾年剛才講的前面會 一直參與這些社會事務 也是這個角度啊 就是人民人民的這個參與的這個方式 所以我不會因為說是 當時批評國民黨在這個反富貌的時候 我不會因此說民進黨上台我就不講話 怎麼樣能夠在永遠是站在自己是意識到 自己不是某個政黨的粉 或者某個政治人物的迷 而是真正的不是我們主人 所以在一個值得他支持他的時候固然支持他 一旦上台之後我們一定要知道怎麼監督他 一定要知道怎麼樣發生 怎麼樣能夠嚴格的去監督他 你不去監督他 那接下來就是那就是所謂的慣壞了他 對啊就是人性 人性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現在這一輩的人就大概成四五十歲吧 然後可能都還有很有房貸有車貸 小孩正小 那但是又很想為為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個家台灣做些事情 你有沒有給我一些建議 我覺得就是先要保持自己的平靜 平靜 對沒有任何其他地方 就是說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平靜我們才會冷靜 只有平靜下來才會冷靜的看一下 評估自己四周到底是 因為我最怕的是不平靜 跟著交集交召 這個時候呢 當然旁邊就會有這些政治人物也好 就說哪裡冒出了一個煙霧 哪裡或者什麼就會讓我們更看不清楚方向 或者是有些人穿了一些戲服 來不斷地變戲法 我們還以為他真的是 真的以為他是超人的這樣子 所以只有當自己是先平靜 就像你剛才講的 現在其實很大的一塊就是因為 現在我們整個的社會傳統的這種媒體 甚至傳統的教育都失靈了 沒法面對今天怎麼急速變化的社會 所以最後變成大家都只好另外尋找出口 這個時候出口就變成網路上的這些 不管你叫他臉書還是什麼東西 就所謂的同溫城 對 同溫城我在這本書裡面寫 就同溫城 我認為他真正的名稱其實不叫同溫城 他叫部落 他回到部落 你只相信你的部落 對 然後因此當聽到另外有人不同的部落 講你什麼東西就很容易一起出征 那就是要去 攻打 攻打 出征 出征 所以我覺得第一步是先平靜 就是了解不要讓自己變成這個部落 這種出征 同溫城的加劇這些變化的這個第一塊 這個看起來好像很小那個事情 但這是一個最重要的 只要我們自己先保持冷靜 我們能夠再對身邊多一個人 能夠跟他一起再冷靜 再冷靜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就社會就會比較有可能變得不同的轉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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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